想問問大家,新界東北發展計劃 大家認為裡面應該建什麼設施 最能夠符合香港的長遠利益和發展呢? 新界東北其實大部分現在是農藝 其實香港應該要重新研究 在農業發展上面可以做一個保育 亦都是可以維護原有居民的生活方式 我們反對新界東北的一個沒有自主式的規劃 新界東北本身就是一個陸化的地帶 我們根本沒有必要一定要被大地產商在那裡圈了地 然後跟政府在那裡勾結 其實那裡有很多農民、很多村民是要被迫撤離家園 我們現在市區裡面還有幾百公頃的土地 未曾開發在那裡曬太陽 為什麼一定要在那裡開發這些新市鎮 增加15萬人口呢?究竟是益誰呢? 我覺得新界東北那邊的發展是一個全面的市鎮 應該也有住宅、也有商場、也有酒店 要令到不像天水雲那樣的情況 但是其他市區裡面 所有的配套不足的商場又太貴 住宅又太貴了 應該多建在整個新界東北那裡 新界東北的發展是一個無人性的發展 是一些規劃師和田北俊這些人 一國兩制去想出來的東西來的 所以我希望立即要停止 並且制止那個邊境禁區 成為了我們各地賣港的一個條款 我對一個2008年已經跟進這個問題 最初就是一個地產發展項目 現在就是深港融合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要保障當地居民的權利 我們要求重新諮詢 兩個諮詢會工聯會都沒有去到的 第二個諮詢會太多人出席 其實兄姐說錯了 不論是工聯會沒有去 郭佩凡沒有去 陳克勤沒有去 田北俊都沒有去 現在說說官免堂皇 其實最重要的是 我們香港是沒有一個農業政策 我們政府應該首先定留一個農業政策 至廣東北法治 我們政府應該首先定留一個農業政策